各位观众晚上好 欢迎您出席由国家艺术理事会 一月乐龄所呈现 鼎翼团为各位带来的 立地呼声鼎翼与美相同行 国家艺术理事会推出的一月乐龄节目 目的是为了鼓励乐龄人士参与艺术活动 从而发掘你自己的无限潜能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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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明镜 欢迎订阅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当然看到这么多人来到这里感觉到非常的感动 一开始我们先来回味一下丽丽呼声的历史 从1949年英国有一间公司成立了 它的名字叫做Rediffusion Limited 因此呢中文名字叫丽丽呼声 而之后呢香港 马来西亚 新加坡的殖民地政府 就同意丽丽呼声开始播音 而这个时候有了丽丽呼声的新加坡 有了很大的转变 那个时候的播音系统呢 它的声音清晰度比中播还有短播更加的清楚 所以有些人可能是你 24小时从天亮到晚上入眠 都是由丽丽呼声陪着你的 我相信今天在场的很多朋友 你的青春岁月 你的美好时光都和丽丽呼声在一起 而那个时候出现了很多很有影响力的人物 包括了谁呢 我在马路上走的时候有很多人跟我讲 每乡丽丽呼声让我最记忆深刻的就是鬼故事 他说一边听就一边怕 怕了以后要回家 一路上害怕但是第二天还是照样听 当然还有人告诉我喜欢听蒋古 我知道很多朋友对李大傻 对于王道 对于黄正经都非常的有印象 我相信那也让你流下了不少的眼泪 或者是不少的惊呼 那么今天在这个场地 我们再一次地回到丽丽呼声金色电台 而到了1982年的时候 新加坡政府开始严禁方言的节目播出 也因此丽丽呼声就变成了一个 以华语为主的播音有限广播 可是很多的人才创造了更多经典的节目 你要是记得 那当然就有曾彭祥大哥所做的妈妈林萌 还有张昭英女士跟您说 大家学华语 你还记得吗 有听过的朋友鼓掌一下我听听看 那你应该听过 大家学华语里面我的声音 虽然我看起来还是很年轻 但是呢 相信你还是听过的 而那个时候呢 徐慧明 颜桂娟 冯静轩 张昭英女士 都让你印象深刻 今天在这个夜晚 我们要非常感谢鼎异团 这群年轻的演奏家 你们知道什么是鼎异团吗 我们来欢迎黄德丽告诉你 德丽你好 黄德丽你好 那我们呢一直致力着推广华语实验乐 也很希望我们以后是全亚洲最好的华语实验乐团 顶尖的华语实验乐团 一定会的一定会的 你今天输了那个飞机头穿了阿郎装 最好对着他们讲会比较好一点 这头发输了很久的 来问一下为什么今天会有立地呼声鼎翼与美香同行 我知道你策划了很久 对美香姐你记得我们一年前吧 对我们就在您的办公室 那我们就研究希望把这个立地呼声带给观众 那么我呢是很年轻的 所以我不是立地呼声年代的人 因为我才二十多岁 骗你的啦三十多岁 所以呢 可是我一直听到很多我的朋友啊 我的亲戚朋友啊还有老师们啊都说 立地呼声的一些回忆 所以呢我就想说我们顶尔团一直以来都很希望说 做不同的这些节目 希望把一些回忆经典的一些东西带给观众 那今天晚上你看我们台上的那些全部的演奏家呢 都是身穿华丽 都是希望说把七十多八十年代的一些感觉点给大家 我们来欣赏这份感觉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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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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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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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